小伙伴们 你们都听不听 开学第一课呢 我现在要赶紧听了 下课再跟你们说 啥呀 你的豹子 老虎 始终在我们的脑海里回荡 终于下课了 我真的觉得好累呀 不仅累 而且还饿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小安下课是五点半 然后又上了一个作文 上到八点 又上的开学第一课 一直上到了九点多 中间都没有吃饭的时间了 大安在上课 我不敢打扰他 所以我饭都没有做 吃的什么呢 炸串 这个两人要关门了 那咱们就回来了 妈妈看看没关门的 咱快走 走啊 炸串的地方是在这儿了 这是小酥肉 品种 还挺多的 八零后的我们 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东西 还在有跳皮筋 豆鸡 老的还有鸡 跳马 你看你还是不饿呀 还有劲儿的 到九点了 我就一口饭都没吃 你觉得我能糊涂吗 还是中午十一点吃的呢 到家了 到家了 开始吃了 这里有小酥肉 海鸡 这个是鸡肉棒 这个是那个拉丝棒 好吃啊 第一次吃这个是吧 好酥脆的呢 我上做文课的时候 中午就在那儿 咕咕咕 刚才敲鼓了 敲鼓打了我 这是拉丝棒 哇 我就喜欢看你拉丝的感觉 好好啊 小伙伴们 你们吃不吃过这个 这个只是一股奶香味 太好吃了 假饭呢 只是含含偶尔吃 不常吃 这个吃多了也不好 对 一百年能吃一次 光盘行动 吃多了你 好 又要开始读课文 备课文咯 继承天似夜游 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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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 六 咖啼了 云丰 六月十月十二日夜 对 还有好多作业都没有写的 你要给我看 木瓜疼 先读个吧 这有名点写 停下如鸡水空鸣